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中国名嘴崔永元日前爆料指引新范冰冰 以数字一高一低的大小合同签订片酬合约 逃漏税 引发热议 北京官媒日前发表评论指财富金字塔顶端的明星 若巨额逃税 必激起社会公愤 范冰冰工作室邓记所在地江苏省无锡市冰湖区地税局 今天已经对崔永元指控一事 介入调查取证 北京日报评论则提到 当时人涉嫌逃漏税的税额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5月28日 崔永元通过微博发布了几张演艺合同照片 并配文说 你不用表演 你是真烂 合同中应有范冰冰名字 其中曝光合约 片酬为税后1000万元 一天后 崔永元又再度报范冰冰采用大小合同 另行约片酬5000万元 两个合同拿走片酬6000万元 而实际上范冰冰只在片场出演4天 北京日报是对此事比较发表评论早的中共官媒 评论直指范冰冰工作室虽然发布严厉声明澄清 但措辞令人寻味 并自始至终 没有否认崔永元指控的6000万元大小合同 评论提到 中国一名专场娱乐产业的律师套路 大小合同在行业内很普遍 明星逃税这块大家都习惯了 真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 按照中国税法粗略预算 当事人可能涉嫌逃避个人所得税 税额高达2000多万元 超过阴角税额的30% 而依照中国法律 数额巨大且占阴角税额30%以上者 除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禁 评论说 如果此事属实 涉嫌者面临的不仅是罚款 而有可能是牢狱之灾 而在普通受薪阶层5000到6000元薪资的依法纳税情况下 处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明星 却巨额逃避税 无疑是对社会公正的巨大伤害 必然激起社会公分 评论提到 这不是明不告 观不咎的问题 如果大小合同 阴阳合同已经成为中国演艺圈公开的秘密 对这种大规模逃避税行为 难道不应该严厉打击 然而 相较于美国巨大的逃避税成本 中国的违法成本却收益小得多 法律与言解的力度远远不够 国家税务局总局官网宣布 针对近日网上反映有人影视行业从业人员 签订阴阳合同中涉嫌偷类税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高度重视 已经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展开调查核实 如果发现违反税收法规的行为 将严格依法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在已经部署开展对部分高收入 高风险影视从业人员依法纳税情况进行评估调查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化风险防范控制 加大征管力度 依法处罚违法行为 感谢收看新闻时事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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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